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镇一哥进来一手拉起年轻人把双方隔开 以为冲突叫等警察来处理 没想到 年轻人恶度冲上前报答保全 究竟在吵什么 罗欣男子当时骑机车来到社区要来拜访亲戚 请这个保全帮他开铁卷门 但是他名字说错了 保全请他问清楚 但这疑问之下让年轻人大暴怒 原来罗欣骑士来找亲戚 保全依照职责门禁管制 骑士门号对了 但住户姓名讲错了 保全请他联络住户 踩开门让他停车 这时年轻人辱骂保全 还标骂三字经 我跟住户解释 你弄清楚了 我自然帮你开门让你进去 他整个都不爽嘛 就噼里啪啦 三次先就骂我 过来讲一句话更离谱的 你是看门口 我不能接受 双方起冲突 保全被打到儿童眉毛脸颊都受伤 而且原本要给年轻人一次机会 却等了一个多月 始终等不到一句道歉 被打的保全说自己要退休了 其实年纪轻轻 才二十多岁 都能当他的孙子的年纪 却口出恶言 还出手打伤人 身体受伤是小 一句辱骂的语句才真的让他上头心 三线这场是要讲 新闻报道